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能让张晓东安心改造 成都未成年饭馆教所民警们 帮助张晓东找到了亲生父亲 同时也揭开了这个家庭 隐藏了17年的一个秘密 17年前 李成的妻子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是不辞而别 女儿留给了丈夫 在这个离散的家庭当中 弟弟不知道这世界上自己还有个亲姐姐 那姐姐更别说了 他也压根不知道自己还有个亲弟弟 但是这一切呢 都被他们的亲生父母精心编造的谎言给蒙蔽了 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辈子再别见了 那么这17年前 这夫妻两口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这么大的仇恨啊 此刻李成即将见到17年没见过面的亲生儿子 她的内心感到十分忐忑 真的吗 哎呀 你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你了 对不起 这时李成突然向儿子问 问起了一个人的名字 他要做什么 你妈在一起 这两个人是一名叫陈长贵 是 而且我 我也喜欢他当个亲生父亲 原来张晓东所说的那个叫陈长贵的人 是他的养父 张晓东的亲生母亲 当年就是跟这个人走的 此时李成为何要向儿子提起 陈长贵这个人的名字呢 妈妈 跟他们说之后 我现在知道 我想去找 可是我找不到 我知道我亲生父亲 是不是不要我 真的不要我呢 不是 不是 不是一个不要你 因为 因为是有好多事情 大人的事情 啊 阿姨 你最好 你赶紧这样 这样把你找着 我到时候 回出时间来 看你 至于大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晓东的母亲 又为何与陈长贵生活在一起 李成并没有向两个孩子解释 以后你也不孤单了 我们随时来看你 你现在也会拍时间了 哦 家里 家里 家里婆婆 也不用说啥子 也不用觉得以后 你过得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现在有个大家 等你 好好请教官的话 好 好好请教官的话 拜拜 教官不行了 可以使女儿小红的内心 依然怨恨母亲当年的选择 她不愿与自己的亲生母亲相认 如何才能化解母女间的矛盾 帮助张晓东实现 想照一张全家福的心愿呢 我们的想法 就能把她的父母 和她的女儿女儿子 一家四个人 能够安排在我们所里面 一个大团圆 这是些皆大欢喜的事 这里是四川省潘枝花市的一个山区 成都未成年饭馆教所的民警们了解到 张晓东的亲生母亲就住在这里 师傅 您是阿东的养父啊 是 阿东的妈妈在家啊 在家 你们家在住哪里 我们家住哪里 北方是那个吗 在夏天那个 哦 好 坐 坐 坐 张晓东的母亲告诉民警说 自己在跟陈长桂分开后 几年前又和现在这个男人组建了新的家庭 提起当年抛弃女儿小红 这位母亲感到很后悔 我早就想找他 我想找他 每天年找他 每天年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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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和陈长桂一起生活呢 这么多钱 最终经常吵架嘛 最终就来过一个 他说他又是开车的 你又是驾驶员 哦 他就跟他去走了嘛 哦 你 哦 你 对我先把陈长桂 他就跟陈长桂去走了 嗯 陈长桂比他 条件好 比他有灵感些 然后我上次就哭了一下 再和我得过去 过去他骗我 他骗你 然后他得骗我 因为越差 越来越亲 张晓冬的母亲说 抛妇气女是想过更好的生活 结果与陈长桂一起生活 日子越过越差 勉强生活了十年后 就分手了 在时隔十七年之后 张晓冬的亲生母亲 独自回到了前夫所在的村子 并决定勇敢地去面对前夫和女儿 你得紧张 紧张什么呢 那么多年没回去了 肯定得紧张什么 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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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嫂 我 你嫂不费呢 我看一下鱼儿 你愿意吗 不愿意 愿意吗 我得对不起他 今天我得看鱼儿的儿子 说起儿子和女儿 这对昔日的夫妻言语间 又带上了火药味 你跟娃娃 拉面 拉面 拉面说 说哪儿父亲 我说你父亲死了 他特别讲 他有两个来跟他说的 这世界上他父亲也在 我这个时候 我女儿跟他说 你说你死了 为什么要跟他说死了 我就是说 我不是说死了 我就说你跟他别人走了 之前两人相互怨恨 相互报复 才有了后来对子女编造的谎言 目的就是让儿女一辈子只认自己 无认对方 我女儿也对不起他 我女儿也过得好吧 你对不起女儿 我也对不起儿子 从你之后呢 我们就啥子都不要提了 将来我和他两只妹 两只妹他就起来 好好的相认 我 就对了 其他的话就不要说了 双方商定由父亲李成负责去说服女儿 与亲生母亲相认 来完成儿子张晓冬照全家福的愿望 三个小时后 在李成的劝说下 女儿勉强同意与母亲见面 得知消息后 张晓冬的母亲在一家酒店房间里 等待女儿的到来 在抛弃了女儿十七年之后 母女相见将会发生什么 蓝 郑 tourism 监制 娱乐 嗯 你这个想要 我想让你家修 我真的我想找你啊 嗯 哎 你想找我 我想让你想找我 对 妖儿 原来我 我对不起年耶 你没对不起我 是我们爸对不起你啊 我对不起丁月 原来我 我们爸对不起丁月 我父亲家人对不起你 你没对不起我 今年 你没得啥子推荐我 是我们爸这么多年 亏欠几年 年儿 我对不起你 原谅我爸爸 没有 我跟你说 你没对不起我 我们爸对不起你 显然 女儿不能接受这位母亲 也不愿意接受母亲的道歉 这样的场景 让父亲里程不免有些尴尬 年儿 原谅吗 年儿 我怎么说 你别给你 我怎么说 我不是因为我弟弟 我今天来都不来 我再辈子不得给你 我怎么说 今天 我闺女上 你不要翻开 来是杂志说 我来看他就 他跟杂志说 说他家庭不一样 说别人全是废话 他家序 说我说我说我 我这么多年 我从此外来 我十几年 我到最大位置了 十十年 真正十七年 我没有对不起他 我都说你 两个月子没有哪有三个月子呢 他什么花掉了我嘛 十七年他开不过夜嘛 东哥这么神经把他想死 我也知道带到你学弟弟 也知道你等爹我呀 长大特别为敌 你不要骑我弟弟 你不要骑我弟弟我心里好手心 不要骑我弟弟我今天 我自己去上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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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怨恨母亲抛弃了自己 怨恨父亲没有告知自己真实的身世 此刻 这位母亲一再向女儿道歉 原谅我 你就是我在这乡找你吗 我来没见我吧 你不要骑我两个走一门 要原谅我好好好 爷儿乖 来 来 上山走一门 乖 你不要骑我爷爷 回想17年来 在没有母爱陪伴的日子里 所受的种种委屈 她依然不能接纳亲生母亲 我给你妈的都对不起你 你不要骑我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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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女儿没有说出原谅父母的话 却说出了内心的渴望 我让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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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支持自己 跟我来来 甚至留个家 我让你来 这来自那个 十二八二十当 我只想 我跟你家 然后 我甚至待到你去 为了实现女儿 想一家人 待在一起的心愿 也为了使她的弟弟 张晓冬 更安心地改造 今天 四川省成都未成年饭管教所 刻意邀请他们三人前来监狱 为他们创造一个 一家四口相见的机会 一个 一家团圆的机会 广 Parte飞机 一家团圆的机会 姚 虾 一家团圆的机会 是啊 傻儿 你害怕 快 愿意 快 愿意 从来战断你呐 宇尔 我战断你呐 这是儿子犯罪入狱后 母子第一次相见 这时张晓冬终于向母亲问出了 深藏在心中的那个巨大疑问 我只是想知道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你理解嘛 但是我也想知道我生死嘛 我你说嘛 爸爸脾气不好 还有个人有种种原因 他也报复我嘛我也报复他 说就老实话这么 你们也不容易嘛 说就老实话这么多年 我呢也说了还更年不容易 我们两个有难处 我们大人彼此起 一个大人一个难处 我也是不给骗你 我也不给骗你了还不在 父母的解释 父母的歉意 似乎让张晓冬了解了往事 儿子原谅了父亲 可是女儿对母亲的怨恨 又该如何消除 因为这件事情 中国中国我们大家做这件事情 也最终目的 还是希望你们接地恋我 过去的事情 能够体会到 能够理解到 大人的苦衷 过到的事情也就过了 我也可以 我也理解他们 我也原谅他们 我可以实在写了 我妈 我女儿来认我 我心里没有高兴 她原谅我 我就高兴 姐姐也原谅我妈 我心里也很担心 这样事情才清了 我就会好好改造了 自己找出去 你们再团情 解决了这一家人的大团圆 解决了孩子的心结 也给这个父母 他们进行了 重聚的一个机会 对我们监狱民警来讲 算是也做了一件善事 一个离散的家庭 17年之后 竟然离奇地在监狱里边团聚了 也许这个短暂的团聚 能够慰藉姐弟俩 感情上的伤口 但是却没人能够弥补 姐弟俩17年残缺的人生啊 如果没有民警们的努力 说实话 这姐弟俩这辈子 恐怕今生今世 真的是没有机会再相见 这一家四口 也没有团圆的那一天 那就为了这个团圆 咱们也得给四川 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民警们点赞 感谢他们 当然也希望这次的狱中团圆 能够成为这一家人 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 衷心地祝福他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